有拍起來了 舉起雙腳讓鏡頭紀錄 遊客到其經海水浴場玩水 卻全身沾滿不明油污 拿著一塊塊布 要將沾到身上的油污 用力擦掉 玩水玩到一半 卻發現自己身上都是油 引發不滿 大聲抱怨 因為事發兩個小時後 海水浴場才廣播禁止下水 當天也沒有相關單位到場處理 各位朋友 花完去自由 一定要再用心水風景 時機回到海水浴場 現場已經拉起封鎖線 禁止遊客下水 就擔心會有更多民眾受到影響 事情發生在高雄其經海水浴場 26號下午3點多 海上出現不明油污 導致遊客腳底沉黑 全身都受到沾染 沙灘上也出現零星油漬 很多人現在想玩 也不能玩 然後就封閉 也不曉得這種東西處理到什麼時候才處理得完 因為奇經海域靠近日前沉默地 帛流幾天使輪 這些遊物是不是就是從這艘船省樓出來 都還有待高雄港五分公司做進一步確認 隔天一早 海巡也出動大批人馬和工作人員 共同進行清理工作 趁颱風還沒來之前 先把這個沙灘的部分給它清理乾淨 海水浴場緊急封閉進行清理 不過眼看颱風就要接近 就擔心污染範圍 因此擴大 工作人員恐怕得加快腳步 新新聞楊世武徐偉城莊組員採訪報導